好的,当我今天早上第一时间在英国卫报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也心头一振 如果莫里森真的是持这种态度的话 那将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 当然卫报也第一时间提出来 就是莫里森更大的可能性是一次口误 他其实可能更想表达的是 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而不是一国两制政策 因为我们都知道西方世界可能更熟悉一国两制 是因为在香港问题上,而非在台湾问题上 截至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世界的领导人 敢像莫里森这样公开的表态说 他支持一国两制在台湾实施的 当然我们从中国的角度出发 我们当然欢迎一国两制在台湾实施这样的立场了 最近这段时间中澳关系是非常受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包括昨天中国国家发改委宣布将无限期的暂停 中澳战略经济对华机制下的一切活动 这个无疑第一时间被视为是对澳大利亚最近期的 不良的对华政策表现的一种反击 我个人感觉莫里森出现这样的口误 是不是一种心慌的表现呢 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的媒体很多人都在讨论和热议 莫里森政府究竟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总是在各种的问题上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 但是当中国出现反制的态度之后 又急于慌慌张张的出来表现出各种愿意继续跟中国对话的意图 我们也注意到 莫里森在台湾问题上的这次打着引号的口误 也在澳大利亚的政坛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 包括在野党工党的一些政客 在内的澳大利亚政坛的一些人就批评 他们的总理怎么能够在这么重大敏感的涉及中国的问题上 当然他也是一个直接涉及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问题上 能做出如此不关注细节的表态呢 我看到有一个澳大利亚政客的评论是说 总理的这番话简直是让人难以入眠 在我个人看来 莫里森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中澳关系最近不断出现的这种反复和波折 给了他巨大的这种心理的压力 另外也可以说明 这些西方政客在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 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这些红线的问题上 对中国的认知是多么的不充分 以至于能够把一中政策和一国两制政策弄混